教练 杜雨晨是吧 对 你好 来 你们坐 来 来 来 怎么样 吃什么了 吃什么 到底说什么了 没什么 就是问问我的情况 问我愿不愿意去继续买 进国家队那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第一时间 再告诉我啊 不太想说 你不会是高兴傻了吧 没有 我就觉得国家队那些人 我都不认识 不认识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 但他们真的好严肃 问问问题也特别严肃 关键他们跟我说 我只能带一个教练 那带杨金教练啊 他是你主教练 带他最合适 是 那你就不能陪着我了 我告诉你 别黏糊 我发现你到关键时刻 就特别幼稚 什么叫幼稚啊 难道你就没有一点 要跟我离别的伤感吗 去国家队 又不是去外太空 反正我不想去国家队 其实我觉得 学校挺好的 审队也还行 反正我觉得只要努力 成绩肯定都能练出来 我还能练出来 我跟你说啊 国家队选毛毛齐 就打个电话通知他一声 人家可是亲自来找你 你一下比赛那就来了 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那 这样的话我们就异地了 我只想把你脑壳劈开 然后变得游灵了 你这想什么呢你 那想 如果我能再大一岁就好了 再大一岁 如果我再大一岁 我就去到法定年龄了 我就可以跟你结婚了 你才二十一岁 咱能别张口闭口就说结婚吗 二十一岁怎么了 我妈二十一岁的时候 我都能开口说话了 你们家是特殊情况 不行 你给我起来 我要好好跟你聊一聊 起来 我跟我妈一样 反正我喜欢成熟了 我想早点跟你结婚 这样 我去国家队我也能放心点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国家队呢 什么时候报到啊 说是 还有时间让我休息调整一下 但是马上就要封闭训练了 如果状态好的话 我去国家队呢 我来说 我来说